洛杉矶县高级法院于周二受到一份来自加州健身联盟的诉讼 指控加州州长纽森和洛县当局在没有疫情扩散依据的情况下 长期禁止该行业复工造成严重损失 加州健身联盟创始人舒勒声称 目前许多行业重启而健身行业却始终关闭 政府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健身行业促进了疫情传播 因此大呼不公 要求政府允许健身房的开放 舒勒表示长期无法重启对于健身行业打击极大 有30%到40%的企业永久关闭 而疫情期间的民众更需要锻炼身体强健体魄 根据加州复工四色标准 从最高紫色等级降至红色等级的地区 健身房才可以开放10%的容纳量 处于最低黄色等级的线 也仅能开放50%的人流量 此外该联盟还声称 重启健身房必然要隔开健身器材 健身者也要佩戴口罩 而目前已经复工的餐馆 都没有如此高的隔离要求 洛杉矶县拒绝对这一诉讼发表评论 指示回应将致力于保护民众的生命安全 新唐人记者李嘉音 洛杉矶报导